大家好,前两天有一位养了20年茉莉花的老师傅 告诉了我一个养茉莉花的小秘密 这个小秘密就是抓住阴雨天这段时间 给它使用一些小颗粒 这种小颗粒就是素效富而肥 因为素效富而肥,它的肥效会比较快 所以说在阴雨天这段时间给茉莉花使用的话 它可以大量的吸收营养 因为阴雨天这段时间 土壤一般都会属于一种微小的状态 那么土壤属于微小的状态 是非常有利于茉莉花吸收营养的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茉莉花已经开始溢溢花蕾 就不建议大家给它使用富而肥了 因为使用富而肥的话会影响到它的花芽分化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茉莉花还没有分化花芽 正处于生长期的话 我们抓住阴雨天给它使用一些这种富而肥 可以让它更快速的生长 当然了,我们使用完之后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土壤 不能给它积水 保持微潮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是积水的话 也很容易导致茉莉花的根系出现闷根 导致腐烂 因为积水之后 土壤的空气就会变少 茉莉花的根系就容易出现闷根 因为这段时间 在我们南方都是处于阴雨天的状态 所以说有南方养茉莉花的朋友 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把握好这个技巧 利用好这个小秘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